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师父您好 您好 当我们临终之前 可以学到身心安明 没有恐惧心 无挂碍 放下一切 学员的种 这种情况 是否能够朝头留到 呵呵呵 你去想吧 就你们现在这种努力 还想修成无恐惧心 哎呀 放下一切 呵呵 就你们这种精进法 你想啊 听得懂吗 嗯 嗯 去幻想去吧 要像师父这样 不要命的去救人的 要真正付出的 做了一点点功德 做了这些事情 马上不得了了 累死了 苦死了 救了几个人了 你告诉我你救了几个人了 嗯 人家嘴巴干嘛会讲的 要真修的 还修到无恐惧心啊 我告诉你死 谁得死不害怕的 你怎么样 你如果经济不在菩萨道 你怎么会不怕死啊 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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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哎呀教授毕业之后 应该怎么样找工作啊 听不懂啊 我这个比喻还不清楚啊 好好改毛病了 你救了几个人了 你告诉我呀 你像师父这种忘我的拼命救人们了 还学菩萨了 学学我就慢好了 师父不是菩萨 你们学着师父们就好了 没出息的 抢出来这么高了 我告诉你 我今天抢你 你一定有业障 是的 整天不好好努力的 你告诉我 你又浪费了几天 你又度了几个人 你又接近自己生命的尾声 靠近了好几天 听不懂啊 听不懂了 自己要拼着命的 有什么办法了 我告诉你 无作恶事 生气也得往前进进 被人要诽谤 你也得往前进 没有退转的余地的 我告诉你 最后你是上天的 人家那些人拖住你后腿 也不让他拖 听不懂啊 听不懂 师父常说 这一世别白修 如果修一辈子 最后死后上不去 下辈子又到人间 那这一世就白修了 那请问 修了几十年 一直到老 是否多数 多数还是 就是上不去 对啊 因为上不去的话 就是放不下呀 你想想看 你很多人在修 修到最后 还带了一肚子气 对不对啊 还带了一肚子 舍不掉的东西 那你说 你怎么能修上去啊 有时候 我给他 给很多弟子的境界 我就要锻炼你 就要叫你 我有意压压压你 就有意要讲讲你 讲讲你 让你自己想通 让你就是 不要肚子里带气 你这样的话 你一辈子碰到多少问题 你就会不生气了 否则的话 你这个气 就是羁压在心中的话 你到走的时候 这种都是灼气啊 他就会往下跑了 就像你嘴巴里吹个气球 他会往下沉的 这是灼气啊 对 如果你的清气的话 你就往上跑了 明白了吗 就人间的东西 有的多数人 还是太在意 这个人间 对啊 我摸尔本有一个弟子 我周围讲了他几句 他马上就生气了 好了 结束了 没了 这种人怎么修啊 一辈子修不好啊 功高我慢 说他都是对他好 就是为他好啊 我有时候锻炼他 我就把你压得最低怎么样啊 你就要把自己压得最低最低最低 你才能 以后你才能自己心态平衡啊 你在人家欺负你的时候 你才会想想 哎呀 我是不好 你比方说一个人心中经常想的 我哎呀 我这个人真的不争气 那领导讲你几句 你不会跟他顶啊 很多人觉得我很努力啊 我很聪明 在单位里很好 整天的觉得自己很了不起 领导一讲他 他跟领导就翻了 好了领导接下来把他赶走了 这还不明白啊 明白